3. Recapita 这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一个 FED 决定不加息了 但是他的那个 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 他们也说他那个 SEP 里面 他传出了那个 Hire for Longer 这种信息 然后呢 J. Powell 在随后那个发布会里面说他也比较阴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他的他发的文件里面的第二页 那我们先看首先呢这里这个地方 Final他是大幅的提高了对GDP的预期 你看2023年他是从1.0把它拉升到2.1 然后2024也从1.1涨到1.5 2025年不变 然后再看他又他让他降低了对失业率的预期 2023年的时候是从4.1 6月份是看4.1 然后他这次把它下降到3.8 24年4.5到4.1 然后25年4.5到4.1 就是说他对整体经济的预期是更加强的 然后呢他降低了对PCE的这样一个 他降低了对他一个下降速度的预期 比如说他们认为通胀是会更加的顽强 那看到这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的terminal rate 这个fun rate 你们看呢其实就是2024年这里 这一个跟2025年把市场给给给下荒了 2023年其实没有变还是5.6% 那这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他还有加息一两次降的可能 2024年呢原来是减1%的利息 现在显示只有减0.5%这样子 2025年虽然是减息他的幅度不变 就说但是他的rate保持是高位从3.4变成3.9 他整一个这样一个预期的改变呢就让市场开始恐慌 那从整个宏观来说这个只是Fed他的一个预测 也是他们控制市场预期的一种方式 这个并不代表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但当然也不代表他们这下人就是一定不会这么做 那么看到第四页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你们看到2023年其实他们的观点是比较统一的 就代表集中在2024年跟2025年2026年 你看那些点啊 这个点代表每一个Fed的官员就有投票权量 关于他们他们的意见 他们的那个观点是非常非常分散的 这样就给市场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那在那个新闻新闻发布会里面 JP他很明确的说了 虽然他说的那个软着陆 并不是他的并不是说他的baseline 就是说什么baseline就是说是最坏的情况是软着陆 最好的情况是不着陆 他说并不是这样子 但是他说软着陆是他的首要的目的 所以继续加息的决定都会非常非常谨慎 那这个又留开了一个口 就是说他今年不加息也非常有可能 就是我觉得他更可能是不加息 我之前决心前讲过去明年是大选年 他继续加息到虽然加加个0.5不一定会 或者0.25不一定会做什么东西 但是万一经济垮的话 现在总统明年基本上没有希望了 所以他的语气并没有说是有想象中的那么阴 而是他但他这样做呢 又继续让市场评论在一个那种就是说 每一个经济数据都会有大波动 因为大家都要猜这种情况 这种对本身那种公司本身有现金流的话贷款不多 或者说所有的公司贷款都是之前锁定了很低利率的公司 这反而是一种比较bolish的信号 因为他他预期经济增长 GDP的增长的话就给这些公司提供了增长的机会 那从而呢就会有机会做出PE的扩张 PE扩张后你股价就上涨了 而那些就是依赖于贷款呢 本身balance sheet不是很强的 没有多少正现金流就是烧钱画饼的公司的话 他就只能继续被打击 只能继续在严冬之中了 其实这个跟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说的整个theme也都差不多 我都是喜欢正现金流的 就至少不用依赖贷款的一些 那些公司将会是偏为稍微中长线的话 都会选那种就正现金流的公司 那因为市场的一直他预期明年有两次的降 就是比较大幅度的降机 市场消息出来就反应比较大 spy呢跌了3.15% 然后qq跌了3.7% 这样子spy的周线图 那他现在呢是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 你会看到他实际上是在去年10月份这个岛 太连收得的颈限的位置 他如果是不他失手的话呢 表示中期的趋势的改变 那你做多的仓位就需要砍掉了 因为他趋势改变了 下面一个支撑大概是在415左右这个地方 他的日线图我看了就其实没有讲什么其他很特别的东西 我们直接换到小诗图 小诗图里面唯一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在收盘的时候 他rsi出现了正背离 你看这个低点低点低点越来越高 低点低点低点越来越低 你看小诗的话他的rsi已经到了就是到了18 在这种地方很有可能会snap back 就是说他有一波超卖的反弹 或至少他是横盘盘整 就是chop around震荡这样子 那我并不觉得这波反弹能够维持多长时间 就是他不会再重新又上去的挑战一个趋势线 原因是因为除非的这个星期的pce数据 pce数据是星期五这里早上8点半 就是除非他的pce数据有很大很大的惊喜 要不然在宏观面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很难出现很大的改变在下周内 但是10月份也不用就不用那么绝望 10月份财报季又开始了 很多人的预期是财报会越来越好 所以呢他这个财报季是才是 唯一有可能推动市场继续上涨的这样一个契机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internal S&P500里面现在只有18%的股票是在50天均线以上 那上一次的低点呢大概是3月的时候大概是14.5左右 那他现在其实也应该差不多达到一个snap back的这样一个区域了 要值得注意的一个是他这个已经是接入接近了3月的低点 但是如果我们加上spy上去的话 你看他现在的低点离3月的低点还是很低的 就去说市场其实现在还是那几个大的蓝筹股在在支撑的 其他的股票大部分已经进入极度超卖这种状态 所以做空的话一定要一定要谨慎 因为我们看一下周线图 他是比spy呢是要强 如果你把它拉开看的话 其实他是没有破颈线的位置的 那需要关注的就是354.7附近 因为这个就是颈线了 那如果他破掉颈线的话下面一个比较大的支撑 是在334.5附近到下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318317这个附近 如果我们看那个ndfi就是50天 你会看到他纳指的那个diversion就更加厉害了 他现在只有18%不到的股票是在50天均线之上 他是达到今年的最低点 就是说他已经比3月份的还要低了已经 但是他现在的股价仍然在相对的高点 可见那几个大的科技公司对整一个QQQ 整个科技板块的支撑有多强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IWM 我们看日线图比较清晰一点 那IWM在上个星期的时候给出了这样一个走势 那大家也看到这种头这种head and shoulder破掉之后 大概率会发现的事情 就如果你也一起操作用TZ也好 用破也好也一起操作呢 就恭喜你172跟173 他是比较强的这个技术支撑 但是筹码也比较也比较多 也刚刚好是同这条趋势线到时候会有吻合 那就看他能不能能不能撑得住了 那我用周线图那周线图我们看到了 就是他现在正坐在2022年双敌反弹的颈线的这个位置 所以说也要关注172到173这个区间是否能够守住 那他你会看到他周线图上有个比较弱的正背离 就刚才讲的那个例子 你看他的并没有走出更低的低点 但是他的RSI已经是比之前的要更比8月低点要低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弱的重背离 那这个也是整个图里面唯一的一个正面的信号 其他也没有多少正面的信号 下一个是Google Google比现在他的周线图是走现一个RisingWed 这种是一个比较bearish的图形 除非他能够突破 这绝对不是我想看到的 122这个地方呢 是绝对不能失守 但是我也不会等到那里失守才选择直守 我大概这个星期如果有超卖反弹的话就直接把它出掉 就不拿着等整个大盘转好就再算 但是他现在的图并不坏 就是说他周线图里面 他其实走出一个比较紧凑的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图形 那他很有可能是无线台拿着TSLQ 那他有可能要回踩一下下面这里 那称不称得住这个也没有人知道 那他现在是有有这样一个 呃筹码商稍微比较弱的地方 然后他这里他筹码比较密集地方 刚刚好也跟他下降去这个 三角形的下沿刚重叠 所以做空的目标大概是到 227230这个地方吧差不多是 那他整体他的比市场比市场要强很多 因为他离8月低点还有一定的距离 然后下一个讲完TESLA继续 但是但是有个要注意的一个TESLA 就是他其实是出现了 他也是有开始有点crack了 因为你知道之前他就有一条下降趋势线 这一条是我们从很长时间 就是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 都一直有讲这条下降趋势线的 他这一次往上冲的时候 即使是Morgan Stanley把他讲的 就把他吹捧得很夸张的时候 他也没有能再次摸到 就是他已经跟前几次相比 他都能摸到这条趋势线 这次没有能够摸到 他的一个slope角度 就是下跌这个线的角度 就变得更陡了 所以他整个趋势是开始有点变弱 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体验也很正常 没有大盘的配合 下面讲半导体 那半导体呢 也是就是跌破了 这一个 他也是有Head and Shoulder 但是周线图看到不是很明显 日线图会比较明显 他也是跌破了颈线 然后呢 正要进入他周线图里面 一个稍微籌碼 比较真空的一个地方 那他的一个 一般跌破颈线的话 他上面的跟下面的是 这个叫measured move 所以呢 目标呢 如果你要用soxs去去做空的话 他大概就是大概 这个目标是这个黄色的盒子 这里 或者说你大胆一点 直接看到246这个地方 那想一下如果他的一个 板块的etf是跌了这个百分之 跌8%的话 上个星期讲过他跌了8%的话 他个股的话都要跌个16%到20%之间 然后下面是rk 那你们看到他的日线图这里 他也是有一个hand and shoulder 这里是左肩头 右肩 这里是他的颈线 他其实已经大概是跌破了颈线 那如果你想要做空的话 你可以直接做空 也可以用sark 去做空 那他第一个目标呢 就大概是在看一下 就是这个gap这个地方 就是36这个附近左右 然后呢 第二个目标应该是在37.8%左右 这个地方 and then下一个是 優先 下面的股票呢 相对比较正能量一些 不都是说要下跌的 那下docn上个这个星期五建仓的股票 你看到你看到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他是出现了一个rsi正背离 看这里 这里是低点越来越高 但他的低点越来越低 那事后呢就出就开始了一个筑底的过程 那你要注意的说这是一个过程 比如说他一筑底马上就一下子冲上去 冲回到38块40块 这是不可能 他只不过是一个过程 就是他只跌了 所以你要耐心的去等 他要逐渐就要逐步的建仓 他有可能筑底失败继续往下跌 但是你要看如果你从各种信号来看 第一个他是接近到2022年的低点了已经 所以这个是一个技术信号 第二个他出现了rsi的底正背离对对 然后第三个呢他开始尝试去突破8EMA 虽然他进去过也是没有成功 但是你看到这少星期五他是没有走出low or low 所以相对于其他的iwm 其他的小盘古 他是他是强很多的 所以呢由于这三种的三组那个信号 我是决定是四分之一仓位进去试一下 不行的话也就几毛钱而已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思考的过程 然后像一个是c rwd 这些股票一直都是很喜欢的股票 把它换成据线图 因为他太萌了 那上个星期的时候他cfo说来说他们新的运营 会提高他们的operating margin 提高operating margin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能赚到更多的钱 更多的钱之后他的pe就会expand 然后呢他现在是在一个牛旗里面 他这个旗感比较小啊 但是如果你把这里也包进去 不好意思 你把这里也包进去的话 他是在一个牛旗里面 我不想现在我不想买突破 即使这种基本面好的公司 突破的失败了 突破成功率也非常非常低 所以我比较想的是比较靠近145 144附近就开始建差